9月20日 星期一晚上 中秋節前夕的《惡魚談》 較早前《明報》連載了一則六格諷刺時弊的漫畫 而作者是針大視覺藝術助理教授黃照達先生 但是這篇漫畫竟然令到香港特區警察瘋狂地暴跳如雷 慶忍過辣雞地出了公開信 表示他們的不滿 香港的前特首梁匪振英 亦都是因為《沒有了蘋果日報》 百無了賴 作為一個虛名的國家領導人 無所實質的事事 現在沒有離世藝 亦發出聲明 對黃照達 浸會的助理教授 出力去鞭策 又要江湖追殺令上緊 又說要炒舊 他是魷魚 究竟這六格的政治漫畫 諷刺時弊 又說什麼的錯事 令香港特區警察的警隊和無所事事的前領導人 這麼懶惰 你是另一個辣雞呢 事源這一則的漫畫 就是講有一對的學生仔 大家就談論著 前一陣子他們放完暑假 在暑假前之前 他們做什麼東西的暑期活動 其中一個學生仔就說 他參加了這個校園的記者活動 跟著另一個小學生仔就問他是否被人踢了入會 而且得到這個校園記者的身份 是否可以為所欲為 做什麼夠東西都可以呢 另一個學生說 哇 搞錯啊 這些東西你都相信 是哪個告訴你的 知道不是我做這個少年警訊會員的朋友 告訴我吧 其實大家都知道 主要就是諷刺兩件事 第一的就是 只要你老母在你黑警 你們的少年警訊 進去學校招攬會員就行 原來一個記協 就去不同的學校 依教育團體裡面 講解這個journalism 學術的分享 就不能夠 當然 這些go up fake news 其實當然不是一個少年警訊散佈出來 而是這個陷家產大餅強保安局局長 以及現在新任的警隊一個蕭澤順的go up 但是這個作者在這篇漫畫裡面 其實也沒有證據確鑿可以說是少年警訊散佈出來 但是他老母在他又不夠膽講 是這個蕭澤順 和這個陷家產大餅強 只要treat just treat 那個戲招 他只是說 我沒有啊 我的同學是大餅強的私生子 又或者是這個蕭澤順的蕭契家婆 是吧 那就treat you to me 他告訴我 其實就是treat you to me 他是吹咎你不想像的 的確這兩條狼狼呢 在這個公開的場合 面對這個記者傳媒 在戴雅實恥這樣說過 好了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這個香港特區警察當然就treat you 出了公開信 就表示他們的強烈不滿 就說這個王趙達就毫無理據 質疑他這個作畫的目的 作畫的目的是否質疑 就是串咎你這幫傻子 信口痴黃 treat you 散佈 fake news 只不過他就臭猛猛猛 就是clad了是少年警訊的意思 就好像我話說 如果這一幕是clad了鄧炳強和蕭澤順所說的 他又不敢點名 屌女女母系的這兩條的賊頭 現在就懶惰了東西了 說他散佈這些謠言 說他就毫無確實的證據 令到年輕人和社會階層裡面各方面的人士 就深受他這個misleading 就變成了一個受害者 更加你作為一個為人師表 你沒有做過fact check 就要有求真的精神 但亂說這麼老 作你居心不何在 就借助這個報章平台 無故撮出這些失實的指控 詆毀 還有抹黑這個混蛋少年警訊 說夠了少年警訊的會員 亂說這麼說謊話 現在不能說 就是加入了警隊 跟著了你兩條的賊頭 給你兩個全家產 其身不正的 彈散分途之下 遲些都會 只不過這個是將來的 這個future tense 不是這個present tense而已 當然是虧了張 虧了張 就把黃趙達就沒辦法了 就死狗 就要把你 說他現在是這樣的 用這個諷刺的手法的漫畫 就決定帶出了這個社會的矛盾出來 深表協議 也都因為不是fact check 亂說信頭痴黃 也都有欠公道 深表這個協議 也都在《明報》裏面 既然你承認低威 一貫的這些 共產黨的這個做法 港共政權的做法 當然是趕人盡殺絕的 有人殺錯 絕對不會放過 你跪了低就踩到你 牙血都出糕了 好像KC話是說 你跪低給共產黨 你就不用指望 就有好結果了 脫掉了 你老母在豬鬥之類 然後踩到你屁股 還要找一些朋友 就要拍照 拍照也不止 還要做這個online的live 全世界都知能得到 這還未算 跟著拍照之後 印在T-shirt裡面 還要免費派發 怕死你不夠魚為止 就要踩到你 689也都是公開呼籲 這個浸大的校長 衛丙江炒他老母在豬鬱 這條狼鬱 全部斬了這條猴子尾 不要孤式養姦 這些狼鬱 百無一用 搞搞鎮 沒有光顧 侮辱政權 詆毀警察 這樣的情況 千萬一定要動他 如果不是 黃趙達 就是變了 令到浸大 變了另一個 暴大 即是說他們散播這個暴力 搞到好像 早兩年裡面的學校 裡面的抗爭的運動 當然是欲加之罪 何彎無辭 無限上綱 踩到他去 當然 現在在這個特區政府裡面 這件事件 帶給我們一個很明確的訊息 香港已經是 沒有救了這個絕對的言論自由 而這些黑警 政要 香港話事 那些全家產幫這個獨裁政府 拙死眼 撒死了肝門裡面 那顆痴瘡裡面的龍 還有乳血 這些賤種 當然也不能 吊得他們 吊得他們 你會負上這個沉重的代價 尤其是在一些年輕人 學生仔 在你面前 說政權的不是 說黑警的難堪 那些垃圾的暴行 更加不能說 因為你會涉嫌 在他們幼稚的思想身邊 留下這個黑暴的種子 令他們憎恨這個政權 憎恨這個中央 想分裂國家這樣說 前一陣子我們都知道 香港有一個繪本 這個羊村守護者 和這個羊村青道夫 羊村的十二勇士 亦都是無限上綱 有五個這個言語治療師 中工會的成員 三男兩女 亦都被他拉勾 那國安處 他當然就是串謀去發佈 以及分發展示 或者是複製一些 煽動性的這些刊物 令到一些年幼的兒童 憎恨特區政府 討厭香港的這個司法的制度 也都煽惱他們會使用暴力 這個就令到他們 有時他們就是不守法這樣的情況 當然了 任何的文宣 這些的漫畫 文章 鏗槍集的這些影片 任何的東西 指出執政者的不是的東西 全一部都要剷走它 同時之間在香港裡面 它就利用你們散播謠言 仇恨這個政府的《國安法》 譬如你什麼的秘蔭 這個暗示 就全部去捉夠你們了 現在這個情況 就很令我不其然上起 有一些的陷家產的恐怖組織的份子 對任何的人就不准說 也都不准笑 也都不准吵 總之你們任何的人 利用文化 設計 海報 漫畫 連續劇 有笑咬他們的 就犯下這個天庭大罪 當然是說那些極端的伊斯蘭組織的 這些邪惡恐怖分子 大家有幾宗新聞都說 大家可以令到現在 refresh這個記憶 那些人都不准吵得 這群人都不准說 也都不想笑 情況就好像我們特區政府現在 現在拿著裝的 這群人的玻璃心腸 還有一種不記得 以前有一個英國的作家 印度裔的作家叫做 Wushti 中文我不記得 他叫什麼的名字了 這個Wushti就寫了一本書 就叫做撒旦斯編 撒旦斯編當然 這群伊斯蘭的邪惡極端恐怖分子 又說他笑咬他們的 才知道毛罕默德 詆毀伊斯蘭的教義 這樣的情況 1989年發出江湖追殺令 追殺到他的 起碼有三十幾年 到現在都是全球適用 還在執行 搞到Wushti 阻躲起來 又閃避這樣的情況 而追殺他的酬金 由二百七十萬的美金 升價到早兩年 去到三百三十萬的美金 這條江湖追殺令 就永遠存在 情況就好像 John Wick 殺神John Wick 只要你一出了追殺令 就不會收回 就走到天籃海角 我都要追殺你 我另外也想起 這個老蕭 那時候是陶財子 就得罪他 笑咬他 老母親 也是玻璃心 發出公開信 譯為中東的十六種語言 交給中東不同的伊斯蘭國家 好來人家去挽救 陶財子 這樣的情況 都是這些心胸狹窄的人 就用一些極端的報復的手法 如果有人就指出你的不是 指出你的邪惡 指出你的按鈎之處 那就是道理不說 說陰則 無論如何跟你爭 因為爭吵也爭不贏我們 因為真理站在他那邊 而根本用暴力的手法去搞咬他 大家也都知道 在這個早幾年 2015年的1月7日 在法國查理周刊裡面的總編輯 他們的辦事處 就衝了一些槍手上去亂槍 搞到12人死亡 11人去受傷 而當時很多法國的民眾 都走上街聲稱我們都是查理 有三百萬人上街去聲援 指責這些恐怖分子的惡行 也都是支持這個言論自由的 當然他們做了一些什麼事 就是寫了一些漫畫 笑咬伊斯蘭的這些 尾里路美的先知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也都拉著他們的玻璃心 早一陣子去年的事件 有一個法國的教師在他的教室裡面 也都是展示一些 諷刺伊斯蘭教義的漫畫 也都被一些極端人士等他放學 還斬咬了他的頭 這個大家都知道得到 還記得得到 這兩件事 和我們在香港裡面 現在發生任何的漫畫 兒童繪本 各方面的東西 扯著了這堆的 玻璃心的這些邪惡政權的人士的時候 他們也都會採用一些近似伊斯蘭 極端恐怖組織的方法 要耍耍到你殘 耍耍到你借 耍耍到你高叔為止 總之就無所不用其極 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他要嚇耍其他的人 任何人都不能可以再用這些諷刺 冥笑露罷 屌尿耍到你黃之下 揽咎我們 屌尿耍到你黃之下 你弄傷他就報復 希望沒有再有下一個人去指出他們的不是 真理不講就講陰質 就會有這樣的情況出現 大家都問為什麼他們這麼緊張 在這些漫畫、兒童繪本 各方面大做文章 當然習近平也很明白到 要洗腦或者令到小朋友 有些不同的根深蒂固的想法 一切要從這個娃娃爪起 當然大家都知道 共產黨在這方面最想撒家 亦都是希望在這方面 令到小朋友的思想 他的私言行為 或者他們在想的事情 一早就被他控制著 逃不出他的手指 分享在台灣裏面的新聞 原來有些在大陸裏面出版的 這些兒童的教育書籍 有一些系列的書籍 就是講述大陸裏面的 紅衛兵、文革時期裏面 這些英雄事跡 而這些英雄事跡是什麼呢? 就是他們現在很喜歡玩的一種遊戲 叫做鬥地主 不過當然他們鬥地主的方法 並不是現在就拿一副啤牌 或者是賭錢地帶上大陸 而是真的找個地主出來殺了他 其中一個故事就是 一個年輕的小娃娃 怎樣去警惡情姦呢? 就是找一個邪惡的大地主 飽食軟陽、飽飽食醉 淫育完這些婦女之後 就探外在這個床鋪裏面 然後就靜靜地鼠入這個農莊 綁起來了他 跟著在他身上淋上這個汽油 然後就放一把火 就硬燒死他 當然這些書刊 是不是有鼓吹暴力、散播仇恨 煽動年輕人 一早就用暴力的種子 滲入他們的屌尼的腦海裡面呢? 當然如果 跟這個羊村守護者 又或者這位王趙達所畫的 這個六格漫畫 根本就是 這個制度就是無限級 以及十八禁 簡直是 成年人都不好看 但是這些邪惡的訊息 竟然在一些兒童的繪本 兒童的讀書系列裡面 就出現了 特區政府又不能出聲 不要笑 大家是香港的家長 很快 這些在大陸出版的 散播仇恨 散播這個 中共扭曲思想的書籍 他們說要殺人就可以 殺他們的對家 殺他們的屌尼的老尼 反對他人就可以 但是你要屌尼他就不能想了 這些書籍 現在也都在台灣 竟然在台灣裡面的一些網上書店 可以賣得到 你是不是真是吹他不想像 各位的家長的老友記 你都知道 現在已經是顛倒是非的這個年代 也都是屌尼你 講完這些事情 只要你辣著這個政權 也都隨時搞你這個言論自由 總之任何的事情 吊咎他們 他們就為你低俗 硬要搶眼球 政治錯誤 挑釁邪惡 總會有一千萬個理由 可以找到 你就是針對著他 藐視著他 和挑釁著他 但是你就不會再尊重 任何關於正面的思想 捍衛正義的價值 自由言論的這個honor 誇耀大家的勇氣 笑一下大家幽默感 又不想給 總之這一方面的事情 絕對是要打壓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香港的言論自由 再進一步的收壓 而這幫混蛋的邪惡政權的走狗 就繼續在這兒姚武揚威 當然我亦都不會建議大家 亂勾這麼拼拼去送頭的做法 但是我們仍然是要捍衛 我們這些言論自由 這次王趙達 即是屌你到底 傾邪這樣去笑咎人 沒有一些實質的事情 不用擔心 亦都無謂轉彎抹角 兜口兜面 屌咎回他們這些人 那些言論真的是出自他手上的 他是不小心 辣著了屌你到底 一個少年警訊 令他自己被人搞咎了 所以大家 新言新行 但是繼續支持講真話 講真正的正義聲音 我們一定要捍衛這個 香港人與生俱來的 這個言論自由的價值觀 是我們堅持下去的強心針 但目前香港的社會氣氛 獨立網媒繼續肯講真話 敢於鞭策權威 無論在政治風險和廣告收益上 所面對的挑戰實在難以言語 MIHK.TV要繼續為文化聲 保育香港文化傳承 傳來各位訂閱我們的節目 和撐壓我們的營運基金眾籌計劃 營運確實艱難 至少每個月要有港幣 八至十萬元的訂閱 和眾籌的總收益 MIHK.TV才可以維持 目前的營運模式 否則我們就很快要 跟各位網友說再見了 記住 誰會珍惜當你還擁有 如果各位網友 想香港仍然有 我們MIHK.TV這把聲音 大大聲為各位導出不平的事 可以用以下各種方法實際行動 將我們這把火燃燒下去 來吧